其實我覺得今年的選舉 有兩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的改變 讓我真的跌破眼鏡 一個是剛剛被鍾小平痛罵的吳敦義 以吳敦義過去的精明概念 我想大家應該都同意 他是一個台籍的政治精英 這次竟然今年 竟然會連續做幾個這麼錯誤的決定 另外一個叫張善政 平常講張善政以前在他當最後 這個看守階段的行政院長以前 大多數人對他印象其實不深 大家對他印象最深的是 台南的圍貫大樓倒塌的時候 因為當時他是院長 那他也到台南現場去看 然後也答應當時的市長賴清德說 這個救災經費 這個中央儘量來協助 那大家當時對他印象就還不錯 覺得這個院長還不錯 其實一直到他今天 在出來擔任韓國瑜的 國政顧問團之後 我個人對他印象 其實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惡感 直到他在幫韓國瑜在圓那個 故宮70萬件一次展 講VRAR的時候 我是有點有點嚇一跳說 這怎麼怎麼會出自你張善政的口 那昨天講這個話 我是完全無法接受 我不曉得他是什麼原因 講這個話 是因為政治經驗不足 在那個場地嗨過頭講出來 還是說怎麼樣 但是那句話碰觸到臺灣人的底線 臺灣人我們絕對不會糾纏 一個人說要破壞還是堆 是啊 臺灣人不會這樣子做 那過去選舉也有曾經拿過對手身體健康 開玩笑的或是攻擊的最後結果都是落選 這是一個定律 因為這是臺灣人的善良的本質跟底線 好那你張善政這樣講 而且呢你知道嗎 當他今天出來道歉的時候 我覺得他今天這個說法比不道歉更慘 所以他並沒有收回昨天那句話 是啊 他是有前提 他說如果你繼續酸韓國瑜的話 我的前提是這樣子 那你就會去住院 所以那你是不是說 只要我們有人批評到韓國 或酸韓國瑜都會去住院 那你韓國瑜都不能碰嗎 都不能批評嗎 所以你張善政你要批評蘇貞昌 可以 你說他政策哪裡做不對 你說你認為他對韓國瑜算言算語 你身為一個副手 你看不下去 你要把他酸回去 我覺得都OK 這個叫做政治攻防 這個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你不能拿人家身體開玩笑 而且是你明知蘇貞昌前一陣子 的確身體是有一些不舒服 然後呢 你還去拿這個身體開玩笑 去詛咒人家說 你會住院 我覺得這是非常一個不厚道的行為 那倒是我覺得 張善政最近有個動作是 我覺得還蠻奇特的 就是他去成立一個副總統競選辦公室 對 這我是覺得有點意外 史上第一個 對史上第一個 應該也是最後一個啦 就不會有人去成立一個副總統競選辦公室 你說好韓國瑜的競總在高雄 那台北需要一個開會聯絡的地方 OK 我也同意 韓國瑜在台北總會有競總嗎 那你就用台北的競總就好了嘛 對啊 就我以副總統候選人生我進駐到這個台北的競總 OK嘛 你承認成立一個副總統競選辦公室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這個時候大家會有很多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些想像對現在韓國瑜的選情來講 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就現在韓國瑜的選情是屬於落後的情況 而且落後感覺上還蠻多的 那你在處於落後情況之下 你去搞這些有的沒的更不用講韓國瑜自己一天到晚在施言 原資也不曉得現在Google出來到底痔瘡是怎麼回事的 就你一天到晚在扣分 然後主帥扣分不夠 副手再幫忙扣一下分 那你覺得這場選舉怎麼打下去 這已經不是鍾小平剛剛在罵吳敦義 這都不是這個你總不能怪吳敦義害的吧 這是候選人自己自己找來的嘛 所以你這個選舉 所以在這樣子打下去我是擔心哦 因為他們落後落後一定會焦慮 這是必然的 那你在焦慮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你會不會失言越來越多 那到選舉前 我們還要討論多少器官 特別是都是處於這個身體下半部的器官 我們到底要討論多少器官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會給他們一個建議 就是張善政跟韓國瑜 你們兩個人是不是可以一起 好好休息個三天就好不要多 韓國瑜今天已經完全沒有公開行程了 你還在休息 我講的是真正的休息 就是什麼事都不要管 也不要跟葉元智這樣聯絡 你覺得他今天沒有公開行程是 沒有在休息嗎 你真的以為休息就是在思考 我會認為他在排這個不公開行程 因為元智等一下會這樣講嘛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放空自己三天 好好的去想一想 為什麼你的民調 從七月底的時候還領先蔡英文 到現在變成一路落後 而且看起來是那個趨勢越拉越大 我覺得這個是韓國瑜跟張善政 自己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是一個趨勢越大 我來看著這個趨勢的 立刻加價格